因應新冠肺炎疫情對經濟的影響 各國央行紛紛減息 在這環境下 高派息基金和高息股票 對於投資者來說就相當吸引了 在投資產品之前 有什麼地方需要注意呢? 首先 派息基金有一份基金派息成份資料 裡面列明可供分派的正收益部分 和資本部分各自的佔比 如果是由資本部分當一撥付的話 可能會對基金的正值價格有所影響 至於股票方面 股息率其實是會隨著股價而變化的 當股價下跌的時候 股息率就會隨之上升 所以股息率其實未必越高越好 事實上 無論是基金或股票 當我們考慮我們的投資總回報的時候 應該同時考慮派息和價格的變化 兩者是要同時兼顧的 如果大家想了解更多 不妨按入 FSM.HK 看看兩篇相關的文章 FSM 助理衛視全球 投資自負